正义性不断的轻轨二阶工程 正反两方民众反应热烈 高雄捷运局也表示将收集所有意见 跨局处进行讨论 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期盼能争取各方共识 加速建设南北交通网 在市长陈其迈宣布将恢复 新建轻轨二阶施工后 工程附近居民反应呈现两极化 而高雄市捷运局也针对美术管路和大顺路 安排五场的里民说明会 并且表示将会综合民众所提供的问题跟意见 跨局处沟通协调 取得居民共识来提出方案解决 那这五场的共识说明会 我们收集了很多这个视频朋友的一个意见 还有大家的一个疑虑 那这些意见跟疑虑呢 我们经过了专家学者超购市场 以上的一个内部的一个讨论 那跟藉由我们的专家学者 市政府的各籍处 还有我们群内的一个 这个相关的同仁专业的同仁 大家就拟出了一些因应对策 因为是最后一场说明会 讨论的是争议性较大的美术管路 现场吸引将近300位民众参与 由里民针对环评 交通安全及噪音控管等提出意见 并且建议与会代表 爱市长就不要害市长 当初谢市长在做这个规划的时候 他叫特区 他连一些噪音比较多的东西都不能进来 结果现在进来是什么 七分钟当当当一次 到了平交道就叽叽叽的声音 然后呢刹车的时候回到声音 叽叽叽 三种交叉在一起的声音 七分钟一次早上七点到晚上十点 我把它放在你家 或是放在太原街那位先生的门口 他会接受吗 可能吗 但是旁边在休憩的孩子 在走路的老人家 在上路的人 他们为了需要 为什么需要忍受这个东西跑进来呢 为什么 为了轻轨而轻轨 我只说一句话 爱其迈就不要害其迈 包括到时候后悔莫及 高雄市到底适不适合新建轻轨 或者是说 高雄的轻轨现在是进入到主要的住宅区 那对于当地住民他们的生活 尤其是噪音上面 还有在于当地密集的交通 这么多的摩托车在上下班的时间 到底会不会造成危险性 我觉得这个都是在新建之前沿路的住民 以及使用路权的这些 机车集市所担心的 另外也有在地民众支持轻轨尽快完工 除了能降低车辆行驶空污外 也能带来观光产能 对高雄市的发展非常有帮助 因为假如有轻轨做成 那个可以减少空气的污染 第一点 空气污染对高雄市非常严重 第二点可以减轻 那个测量的那个平凡噪音 第三点可以让那个轻轨对高雄以后的旅游景点都非常有帮助 那当然说这个工厅会 我也希望能够在这一场的活动里面 让我们的里面充分的表达他们的意思 都是会尊重啦 那我希望这个轻轨进来是 尽量不要去伤害到 应该来讲轻轨路线周边的一些居民 最基本的一个形的问题 以及安全问题 陈其脉市长在当选之后 那他马上就宣布要复建 我希望陈其脉市长 要真的了解到 到底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跟当地的住民 以及这个道路使用者的这一些 机车机师也好 或汽车使用人也好 他们的意见 再来汇整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 再做最后的决定 那这个才是一个公共议题 来做成最后的一个结论 一个最好的方法 那本人也是赞成 这个大众运输系统的支持者 但是我觉得 如何让这个大众运输系统 只有真的会在酝酿上 真的达到效果 而且在于居住的品质 以及交通安全上面都能够兼顾 我觉得这个才是市民朋友所乐见 市长陈其脉也在 轻轨二阶工程说明会结束后 对外表示 考量到交通网的便捷性 加上区域发展的平衡 评估并且降低对环境的冲击 才能加速轻轨或捷运工程的推动 整个技术到环境的冲击到整个 包括整个建构一个更完整 更便捷的交通网来做整体的一些评估 当然最重要也必须说 因为轻轨或者是捷运 它是绿色交通的一环 对于我们交通的便捷 跟整个区域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不管是轻轨或者是红线 跟整个红线都能够加速来推动 在两年拼四年的市政推动 该如何顺应民意又要兼顾公共工程 市长轻轻轻的脚步 是否因地质疑稍微翻慢点 好让市民能够跟得上 记者李佳龙高雄报导